首先我真的要在這裏真誠和大家道歉 我懶得你絕對不會像香港的高官 或者有些高官 有些人這麼無恥的 OK 我要和大家道歉 我還要像馬時亨那樣 鞠躬 我們姓馬的人 叫你鞠躬 為什麼呢 話說呢 其實我們的醋是否斷了蒜蓉蘋果醋 蒜姜蘋果檸檬醋 蒜姜檸檬蘋果醋 很多客人想上來訂貨 我說不用了 你也訂了什麼東西 是有貨的 夠貨的 為什麼呢 大家搞清楚 一天訂貨 我們真的有些admin的成本 譬如我們要開張單給你 寫給你電話 然後貨到就要通知你 那些貨到了 那些貨來的時候 訂了300支 然後有時候客人很生氣 有些東西我們訂了兩年都沒有來拿 有些人給了錢 我們很心急 找他去的未婚 我們就說不用了 到時候夠貨給你們買 我每一次訂貨訂多少 我不要說數量 但是足夠 一般來說 我預約了一個多兩個月貨 即足夠我賣一個多兩個月 那我的貨 之前較早的時候 我跟大家說 我會星期三來貨 你們不要星期三上來 星期四上來就最好了 但是最後的情報當然是聽節目 但是那些貨我星期二就收到 於是我叫朋友 星期二收到 你們可以上來買星期三 其實就是昨天 其實昨天我一天就買了所有貨 我只不過是去到最後就喝著 不准賣 即限賣 於是又留了幾十箱 三兩十箱 就今早賣 但是都賣完了 有很多朋友向喻 有些朋友又說 我聽完你的節目 只不過因為要開工 遲了 那便沒有了 他們說什麼 不是吧 那時候我說訂購 你又不想到他們訂購 現在又買不到 我現在斷了一個多月 有些人說 我的血管快要爆了 我心想又不是聖約 你快要爆血管 你一喝就好起來 但我當然不會跟他們爭 因為自己壞了 OK 但是大家放心 因為那些貨是貨接貨 其實那些貨是做好的 我們在馬來西亞 就根本是五月底 OK 那我數量是多少 我之前訂貨接貨 是 所以大約是我們正常數量 也會是預了一個多月 但是我真的 今次 因為我衛免 我看到太多 有些未必是我們聽眾 有些都不知道什麼 有時候 你知道買開了年紀 每個人都一個傳一個 覺得這東西不錯 很多人上來買 那變了 你們其實排隊也不夠你們排 因為我跟他們說 是晚上四、五點鐘 就開始有人等著排 我心想 糟了 現在是疫情買口罩嗎 不用吧 買一瓶醋而已 對吧 排隊排到 連我們樓下的人 還有我保安 說什麼事情 你們排什麼隊 接著那些人都說 那些醋很好 結果搞得那些人又上來買 所以如果向遇的朋友 本來我姐姐那裡有幾十箱貨 我也可以叫你和我姐姐 去我姐姐那裡買 但是我姐姐下午 去昨天拿了那些貨 下午又說沒有債了 因為將軍澳那邊除了我的網友之外 有些街坊之前喝過也覺得好 其實今早 我有一時不想說得太神 太神化 今早有個網友跟我說 他的腦袋有個瘤 那個不是癌症 也不痛 但是後來染癢了 都一段長時間 這十年計 他上個月 就是喝了我兩個月 兩瓶醋 上去照辭來共生的時候 沒有了 沒有了 那是否關係 我只是做了這件事 無論如何 我也覺得 其實也不是對這件事 但也感謝 真的開心 好了 既然是這樣 所有朋友 之前我說不訂的 雖然我有admin work 如果是這樣 我真的要爬底了 如果到時 又是這樣的情形 這枝東西 我再下一批貨 我就會多了 真的多了 這次 那你為什麼不訂多了 其實我已經很多了 你要考慮到 我是不是要租一個倉 那我這個門生意可以做多久 租一個倉又要涉及租約 然後涉及你的租金 有很多事情要考慮的 所以都是要考量的 所以如果真的買不到的朋友 不要緊 一樣上來 我們到 或者WhatsApp 481079 入了數之後 我們會有取貨編號給你的 那到時 你就保證你不用排隊 都可以拿到了 嗯 理論上我覺得 沒理由應該這樣排隊 我不相信 但是好像我剛剛那次 我也不相信 平時賣一個多兩個月 其貨一天賣光 嗯 有沒有搞錯 是吧 就是現在我們 這個禮拜 就是下個禮拜 那個Semina 將會非常寬敞 嗯 其實這個儲物實在是無敵的 是吧 第一價錢便宜 第二其實大家不要聽我說 自己上網去搜尋一下 這條方很久 OK 有些人都說有效 有些人都說沒有效 我也覺得不會每個人 是 身體都吸收到的 但是總的來說 都是說皮膚好了 只是一件事 我有個網友 他說 其實拆開了 就不關我的醋事 是我靈芝事 他有很多油的 他的臉 肥佬 其實就是肥佬 他之後做成面油 他自從吃完我的靈芝之後 起床他老婆說 哇 你現在的臉這麼乾淨 要親他兩口 是啊 因為成面油 你知道有些人油脂分泌 其實平衡了身體的賀爾蒙 我少人這樣想 我不懂的 OK 所以如果想訂醋的朋友 是吧 那就可以上 我們排到 我們從這個七樓 到下面吃 跟我們逐批逐批人放上來 嗯 我又不想搞到別人 但是那些客人 有些都不是聽過節目 但是我們做生意 不是一定要聽過節目才做的 嗯 老實說 你狠狠地 掠到兩刀 那些 但是又很怪人 其實 尤其是這些事情是互相的 阿正 透過我們做生意的人 那你們有個網台嗎 他們不知道 有些人真的不知道 然後 但是很奇怪 因為他們認識你 又認識你 又認識你 又去看看 於是又可能吸納到一些人 其實我們有些藍絲的粉絲 由藍轉黃 都是這樣情形的 OK 現在要說服一些藍絲 由藍轉黃的人 是相對容易一些 因為我們有最佳的 就是加速師第二位 是 你知道嗎 我很多人覺得 其實我平常都不當人聊這些 但是我感覺到就是藍氣的人 當然他不代表他是黃 哇 但是他屌林鄭肯比我 特別是屌林鄭肯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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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開酒吧開食肆 你不肯屌林鄭肯比我 因為每一個人都千絲萬謀 很多東西 我們看看這裡 英國自從一月開放這個BNO簽證之後 當然成為香港人的熱門移民目的地 我跟大家說 那天我跟行家談了數據 基本上 其實現在去英國的人 是多於移居香港 比如去加拿大 去澳洲 去澳洲 去台灣 那時候我想 原來一半一半 不是 原來英國有五、六成 畢竟第一 你去台灣 你下了一萬 第二 喬建 真的是最簡單 基本上 你有決心就可以了 英國已經去到 好了 港人而英 當然刺激當地樓市 英國有物業代理 這家叫做Benham Benham & Reeves 就發表了最新的統計數據 他說 香港人買英國樓宇的數量 是增加了144% 少了 144% 因為去年的基礎也沒有很大 當中 有270宗成交在倫敦市中心 1932宗成交在倫敦的外圍住宅 OK 這個Benham & Reeves 的董事 叫做馮格倫德 要是馮德倫 馮格倫德 他就說 原來香港人增加在倫敦置業 就顯然受到BNO簽證所帶動 這個倫敦 當然大家搞清楚 不一定是鬆溫 其實我們有很多網友 就是鬆4、鬆5 其實他們是鬆的 沒有鬆6 不知道沒有 可能有 是嗎? 因為都會便宜很多 因為鬆溫真的最貴 簡單來說是中環 就是中環 你畫圈而已 你畫到上水便便宜 對 當然你計算到深圳的因素也不一樣 對 你說我去跑馬地 當然是最貴 我記得大家也好 是嗎? 但譬如我有些老朋友 在鬆4、鬆5 他就算去水中心玩 都是幾個字 七、八個字 這樣也是可以的 是 在外國來說 這些就很正常 可以的 很正常 在外國來說 一個多兩個小時 都不是很遠 不過現在 你如果自己開車 我沒有這個經驗 不過我在馬拉的經驗 我最熟馬拉 其實一般來說 他們的小鎮 因為現在的商業滲透率都很高 特別英國我相信也是 其實一般的生活所需都足夠 在你那個社區 你說我要買到 就好像在馬洛甲在芙蓉 我們買東西、吃東西、玩 都齊了 但我那時候有放一些政府公務 我當然可能要去布城 就是政府的社區 其實你本身地區都有 不,我要去買LV 這樣 那你 喂 香港都不是都都 你不會在綽毛平 在LV的 不就是 去到廣東島 不過問題就是 我們香港綽毛平去廣東 就很快 是的 他說 不少香港居民正準備過 英國過身生活 他說 預計未來幾個月 疫情旅遊限制 逐步放寬 英國我想 今年年尾都有機會放寬 但是他會對我們入境的人有什麼要求呢 又或者 他們自己不怕 如果他們真的有群體免疫的時候 可能會放寬得多很多 但是我們香港政府 林鄭月娥說明 邱騰華說明 日後就算了去別處 人家不要求 我們都要求 就要打疫苗 真的慘 我真的很害怕 我一打 如果你們有什麼要求的事 那怎麼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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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怎麼辦呢 好了 因為香港都是比香港便宜 所以很貴 都成兩萬元呎港幣 兩萬元呎 香港四五萬元呎都是這樣 怎麼三萬九元呎 比黃竹坑 黃竹坑也三萬九元呎 是 倫敦市中心都是兩萬二 是否很便宜 你一輩子有多少次會去黃竹坑 說黃竹坑很厲害 多不多過五次十次呢 都多過的 以前有些工廠 我以前試過做衰弥工 去曬菲林 有些沖曬廠 我拿進去曬黑房 都有的 交過廣告稿 即是不算去開洋公園嗎 如果算開洋公園多很多 但是你不會去下面那一部分 是啊 智能線 黃竹坑 我不知道 我就算是黃竹坑站也這麼說 但是一下去那個環境 哇大哥 我在買幾千萬元 下去那樣工廠區 我真的不喜歡 好了 英國政府就說 現在我們已經接受了 三萬五千宗申請 接受了Visa申請 不代表是接受了那個 什麼 有些人是過去 還沒開始申請Visa都可以 他說 預計未來五年 有三十萬人 使用BNO簽證移民政國 我認為這個是 低估了 好了 我再講多次 如果三十萬人 即是多少單位 十萬個單位需求 根據Ben Ham和Vivs說 原來香港人大部分 是買樓不是做投資的 是用來自己住的 也有一個地址 需要一個地址 比如你搞 BNO Visa有一個地址 你要借一個地址 登記的 那你沒有地址 那你怎麼搞 有些人說不要這麼煩 也說沒有朋友 糟糕 你怎麼買一層樓 就有地址 好了 那你想一下 十萬個單位 何來突然多十萬個單位出來 你可以很明顯 你想一下 即使蓋得切 那你工人是不是貴了 材料是不是會貴了 地價那些都會貴 英國政府 好了 那你現在買是不是會便宜一點 是不是有升值的空間會大 所以其實現在在香港 都很多人隔山買牛 我不講銀定 我們講我們自己 這一輪 我和我們自己的Lighthouse 其實Lighthouse是很熟的 這些移民業務和地產業務 就是在選擇 每天都去Present一些地方 和公司資料給我 我去收拾 去收拾 如果大家想聽聽這個 BNO Visa 移居那邊的生活是怎樣 城市是怎樣 區域是怎樣 大小的地理是怎樣 生活的形態是怎樣 我們當然不能很熟悉 實說席 林康正住在英國十年也好 他都不是說 你住那麼多地方 但是那個基本的文化 都可以盡量和你們講一下 還有如果你們 我想投資 去買一個單位 記住不要這麼心急 一定先看我們的聖課 我們15號的聖課已經爆了 現在是不是加開 22號不知道爆了沒有 又爆了這麼快 我們說了什麼 昨天說了 又說了 開了廣告 不知道爆了沒有 你收拾一些Whatsapp 水王 水王 在我們的Studio 今天突然看到 已經收拾得好 我們已經想像到 我們第一堂 我們收15人 看看15人的迫 因為我們不能太迫 然後 為什麼這裡 我們說了20個 因為就是要 多時間聊天 跟別人借場 始終要交場 當然 除了英國 還有其他事情 都想問 我想去日本 因為我們不會在空間 說日本 畢竟少人去 我想去南韓 其實 Lighthouse都有做 因為其實這間公司 會有不同的Session 有負責東亞區 歐洲 護照部 什麼叫護照部 你上來自己問他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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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